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心理咨询行业协会研修圣院高级讲师吴海龙 今天有幸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 硬直行为疗法的理论与技能课程 本讲座浓缩了硬直行为疗法的精华 无论是对新手治疗师还是经验丰富的治疗师 都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上一讲,我们通过对认知概念化的学习找到了下来问题的答案 一、认知模式 该模式假设 人的情感、行为及生理反应被他们对事件的知觉所影响 二、信念、态度、规则和假设 三、行为与自动思维的关系 现在我们一起学习第四讲 结束治疗和预防复发 这一讲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硬直行为治疗的早期活动 二、治疗期间的活动 三、治疗即将结束时的活动 四、强化治疗 硬直行为治疗的目标是帮助减轻患者的障碍 并教会他们一些能在一生中使用的技能 治疗的目标不是让你替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 实际上 如果你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患者解决他们的每一个问题 你可能会导致或者强化患者的依赖性 而且你剥夺了患者检验和加强他们技能的机会 除非有一些操作上的限制 通常情况下 一周会安排一次治疗 对有严重病症的患者 更加频繁的治疗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旦患者症状减轻 并且掌握了基本的技能 你可以征得患者的同意 足部的减少治疗 试验性的将治疗的次数减少两周一次 然后每三周或四周一次 此外我们鼓励患者在治疗结束之后 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安排强化治疗 那么本讲概述的几个步骤 可以帮助患者做好准备结束治疗 并应对从治疗开始到最后的前化治疗期间 可能出现的反复情况 下面我们探讨第一个问题 早期的活动 你进行第一次治疗时 其实就开始为患者解束治疗 及浮发预防做准备了 你告诉患者 你们的目标是 使治疗尽可能的在短的时间内完成 治疗的目的是让患者成为自己的治疗师 一旦患者开始感到好转 与其讨论康复的进程是十分重要的 病情好转进程的视觉性描述 对患者是很有帮助的 就是我们现在PPT展示这个曲线图 进程中的情况的改善 往往会因为停滞 波动或病情反复被打断 之后你要强调 接受治疗以后的生活中 可能会有偶尔的病情的反复 但患者将会有更加充分的准备 自己独立解决这些问题 你可以让患者看着病情好转 进程的视觉描述图 就是咱们PPT展示这个图 与患者讨论 那么下面这是我的咨询中的一个对话 那么我们接下来也会邀请马老师 跟我完成的这个课程当中的一些对话 我来扮演治疗师 马老师扮演患者 下面我们开始 好吗马老师 好的 你感觉好一些了吗 我很开心 但我要告诉你 你的情况可能还会有一些起伏 大部分人的进展是一点一点的好转的 然后在某一刻 他们会停止不前 或者出现病情的反复 然后他们慢慢的好转起来 或许之后 他们又出现停止不前或病情反复 所以有起伏是正常的 你知道为什么 在将来的治疗中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吗 我想这样的话 我就不会对情况不好的那段时间过分担忧了 完全正确 你要记住 我们这次讨论 预测到会有一些低谷 实际上 你可能还会想到那个图 就是说病情好转进程的一个图表 这是一个关于将要出现的情况的大致概念 你有没有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病情反复往往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短 并且一般来说是越来越轻微 记住这张图 对你来说很重要 要不然 当你出现病情反复的时候 你就可能会因为治疗无效 并且觉得自己永远也好不了了 好的 即使在治疗结束之后 你的病情也有可能会有轻微的起伏 因为每个人都会这样 当然 那个时候你已经拥有你所需要的 能够帮助你的工具了 又或者你会再次的来到我的诊所 希望做一次或两次的治疗 在治疗将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将会讨论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 治疗期间的活动 在治疗期间需要运用一些技术 以帮助预防复发 把进展归功于患者 在每一次治疗中 你应该敏锐地把握机会 强化患者的进步 当患者心境找到改善时 治疗时要弄清楚 为什么患者因为他们好多了 并在硬核可能的时候 强化这样的想法 即患者通过改变他们的思维和行为 来改变他们的心境 请仔细听下面的对话 听起来这一星期 你的抑郁水平降低了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我不确定 这一星期 你是不是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 你是不是提前做我们安排好的事情 或者你是不是对你的负面想法 做了一些反应 是的 实际上我每天都练习 这两次和我的朋友到外面玩 有好几次我的确是在批评自己 但是我读了我的应对卡片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做了很多有帮助的事情 所以你这个星期感到好多了 对 我想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如何取得进步 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当我做一些能够帮助自己的事情时 我真的感到好多了 起初一些患者会因为他们感到了好多了 要完全是归功于他们的治疗师 换一种归因 即患者自己促成了这些改变 能够强化患者的自我效能感 请听下面的对话 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星期感到好多了呢 上次治疗你真的帮了我很多 哦 我可能交了那些东西 但是实际上是谁在这个星期改变你的想法和行为呢 我想是我 这样的话 在多大程度上你因为要感谢的人确实是你自己呢 另一种情况是 患者可能会把病情好转 都归源于情境的改变或药物的疗效 如 我之所以感到好多了 是因为我的男朋友打电话给我了 你应该承认有这样的外部因素 但同时呢 你也应该询问他们的想法和行为的改变 正是这些改变造成了 或者帮助了实现他们的病情的好转 当患者坚持因为自己没有做任何贡献 你可以引出他们潜在的信念 传授和使用在治疗中学会的工具和技术 当给患者传授技术和工具的时候 你要强调这些对患者的一生都是有帮助的 他们可以在现在以及将来的很多情形中 运用这些技术和工具 也就是说 这些技术并非仅适用于某种障碍如抑郁 而是可以运用 当患者意识到自己有过度情绪化 或者功能不良的反应的时候 在治疗期间和治疗结束之后 使用的常见技术和工具 包括以下的内容 1. 将大的问题分解为多个可供的成分 2. 进行头脑风暴 提出问题解决方法 3. 识别检验自动思维和信念 对其作出反应 4. 使用思维记录 5. 检测安排活动 6. 进行放松练习 7. 使用分心和再聚焦技术 8. 建立回避任务或情境的等级 9. 列出表扬清单 10. 识别 9. 做决定时的特定想法 10. 性禁念 10. 行为 11. 或者最终的抉择的 11. 艺术和弊端 11. 应该帮助患者 11. 明白他们如何呢 11. 在治疗期间和治疗结束之后 11. 在其他情境中 11. 使用这些工具 11. 请听下面的对话 11. 识别你令人沮丧的想法 11. 然后对其质疑并做出反应 11. 真的让你觉得没有那么难过了吗 11. 是的 11. 确实是这样 11. 我感到很惊讶 11. 你知道不知道 11. 无论什么时候 11. 你觉得自己反应过度的时候 11. 当你因为 11. 你感到比情境本身所导致的 11. 更加生气 11. 焦虑 11. 悲伤 11. 尴尬等的时候 11. 你都可以使用这些工具 11. 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11. 现在 11. 我并不是说你应该要 11. 努力摆脱所有的消极情绪 11. 只有当你觉得 11. 你可能反应过度的时候 11. 才需要这样做 11. 你还能想到 11. 过去几个礼拜里 11. 使用思维记录表 11. 可能有帮助的 11. 硬核一个情景吗 11. 想不起来有这样的情景 11. 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 11. 会不会有一些使用思维记录表 11. 可能会有帮助的情景呢 11. 我想 11. 如果我弟弟决定暑假留在学校 11. 而不是回家 11. 那我肯定会生他的气 11. 在这个情景中 11. 进行思维记录表 11. 写下你的想法 11. 并对他做出反应 11. 你觉得怎么样 11. 好的 11. 为治疗期间的病情反复 11. 做准备 11. 一旦患者 11. 开始感到好转 11. 你就让他 11. 想象 11. 如果他们开始感到 11. 更加糟糕时 11. 他们将会怎么想 11. 通过这样的想象 11. 让患者呢 11. 为有可能出现的病情反复 11. 做好准备 11. 常见的回答包括 11. 我的感觉 11. 不应该是这样的 11. 这意味着 11. 我的病情 11. 没有好转 11. 我没有希望了 11. 我永远 11. 也不会康复 11. 我的治疗师 11. 会失望的 11. 或者是 11. 我的治疗师 11. 没有尽到 11. 他的本分 11. 应知 11. 行为疗法 11. 对我来说 11. 不起作用 11. 我注定是要 11. 一直抑郁的 11. 刚开始的时候 11. 我感到 11. 好一些 11. 纯属偶言 11. 或者 11. 患者 11. 可能会 11. 报告自己 11. 在将来的 11. 样子 11. 如感到 11. 害怕 11. 独自 11. 医人 11. 悲伤 11. 卷缩 11. 在墙角 11. 应对 11. 卡片 11. 和 11. 治疗 11. 进程图表 11. 能够 11. 帮助 11. 避免 11. 这些 11. 消极的 11. 印制 11. 请 11. 清晰 下面的 对话 11. 很好 11. 你已经 有了 很大的 进步了 11. 你的 抑郁 似乎 减轻了 很多 11. 我的 确 感到 好多了 11. 你 记不 记得 几个 星期 前 我们 讨论的 病情 反复 11. 记得 一些 11. 由于 你有 可能 会出现 病情 反复 11. 我 希望 提前 和 你 讨论 你如何 能够 应对 这一 情况 好的 我 希望 你可以 想象 一下 你 这一 星期 过得 很糟糕 没有 一件事情 是 顺利的 每件事情 看起来 都糟透了 你 非常 生 你的 气 事情 似乎 毫无 希望 你的 头脑中 能 想象 那样的 画面 吗 可以 很好 那就 像 告诉我 你 现在 头脑中 想什么 这不公平 我过去 做得 那么好 治疗 根本 不奏效 好 你会 如何 回应 这些 想法 我不 确定 好吧 你可以 自己 选择 你可以 继续 想 这些 令人 沮丧 的 想法 如果 继续 你 预测 你的心境 会有什么样的 变化 我可能会觉得 更加糟糕 或者 你可以 提醒自己 这仅仅是一次 病情反复 这是正常的 暂时的 然后你感觉怎么样 可能会好一些 至少不会更加糟糕 好 在提醒自己 病情反复是正常的以后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 你学会了什么样的 对你有帮助的 对你有帮助的事情呢 我可以看我的 治疗笔记 或者 专注于 我该做的事情 忘掉 不该想的事情 或者 两种方法 同时使用 对 两种方法 同时使用 是否 有理由 预期那些 对你有 帮助的工具 不会 再对你有 效呢 所以 你可以回应 你的消极想法 并且开始专注于 一些其他的事情 你认为 我们刚刚讨论的内容 值得记录下来吗 那样的话 万一在某个时候 你真的出现病情反复 你就 有一个计划了 下面呢 我们来讨论 第三个内容 治疗 即将结束时的活动 对 逐渐减少会谈的 担忧反应 在治疗结束的前几周 作为实验 你应该和患者 讨论 逐步减少会谈 从一个星期一次 到几个星期一次 由 患者做好准备 同时呢 同意这样的安排 但呢 有一些患者呢 会变得焦虑 对于后一类的 患者而言呢 口头上 列出 或是用笔记 记录下来 减少治疗的次数的好处 将会很有帮助 当患者不能理解 这些好处的时候呢 你首先应该引出 减少治疗的弊端 使用 引导次发现 来帮助 患者呢 识别这些好处 然后呢 帮助他们 重新组织 减少 治疗的弊端 那么我们 看这个 PPT 弊端 1. 我的病可能会浮发 重新组织 2. 如果我的病情浮发 最好是在治疗期间法 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学习如何应对它 B端 2. 我可能没有办法独立解决问题 重新组织 重新组织 逐渐减少治疗 为我提供了机会 去检验我需要我的治疗师这一想法 从长远看 学会独立解决问题对我来说 是更好的 因为我不会一直接受治疗 B端3. 我会想念我的治疗师 重新组织 很可能会是这样 但我将接受这个事实 并且会鼓励我建立起一个支持的网络 那么下面的对话呢 说明了如何进行讨论 那么请注意倾听 在我们上一次会谈中 我们简单讨论了 试验性的间隔 进行我们治疗会谈的可能性 你是否考虑过 尝试每周一次的日程安排 我考虑过 这样我有些焦虑 你想到了什么 天哪 万一发生一些 我处理不了的事情怎么办 万一我开始变得更加抑郁了 怎么办 这我可受不了 你评估了这些想法吗 评估了 我意识到 我把事情想得过于严重 其实这并不是完全结束治疗 并且你也说过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 没错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可能出现的特定的困难情景呢 恐怕还没有 如果我们让你现在想象一个具体的问题 可能会有帮助 好的 小丽想象自己呢 在检测中得到了很低的分数 识别她的自动思维 对她的思维做出反应 并且呢 针对将要做什么事情呢 制定了一个具体的计划 现在 我们谈谈 你对于我们间隔进行会谈的 第二个自动思维 你认为 你会变得更加抑郁 你受不了这一点 我想 真实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的 你让我意识到 我能够接受自己再次感到很糟糕 只是我不喜欢这样而已 好 现在我们假设 你真的变得更加抑郁了 但是 距离我们下一次的会谈 还有一个半星期 那你能够做什么呢 嗯 我可以做一个月前做过的事情 再看看我的治疗笔记 确保我是保持活跃的 做更多的思维记录表 在我的笔记中 有一部分是我要做的事情的清单 现在 找到那张清单会不会有帮助呢 会 好 如果你找到了那张清单 对一些我处理不了的事情将会发生 和 如果 我变得更加抑郁 我会受不了的 这两个自动思维做思维记录表 把这作为我们的作业 好吗 好 对于我们要间隔进行我们的会谈 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只是我会感到很遗憾 不能每天 或者每个星期和你聊天 我也会感到很遗憾 有没有硬和其他你可以聊天的人呢 哪怕只聊一会儿也行 嗯 我可以给小黄打电话 并且我想我可以给我弟弟打电话 那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你想把它记录下来吗 没问题 最后 你记不记得我们说过 我们可以实验性地进行好几个礼拜一次的会谈 如果这种方法行不通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那样的话 你可以尽快地过来进行会谈 回应对结束治疗的担心 当患者在两个星期一次的会谈中表现良好的时候 你可以建议安排下一次的会谈 每三到四个星期一次 为结束治疗做好准备 同样的逐渐减少会谈可以看作是一次实验 在随后的每一次会谈 在随后的每一次会谈中 你和你的患者可以协商 要么继续间隔进行会谈 要么重新进行之前比较频繁的会谈 临近治疗结束 演出患者的自动思维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患者会感到很兴奋 充满希望 但有一些患者会感到害怕 甚至生气 大部分的患者都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 他们为自己的进步开心 又担心会浮发 他们往往会因为结束和你的关系 而感到遗憾 很重要的一点呢 是既要诚意混者的感受 同时呢 也要帮助他们的应对硬核的曲解 如果你能够表达你的真实的想法 是最好的 你可以坦诚的说 你为结束你们的关系感到遗憾 但是呢 你为患者在治疗中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 并且你相信 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能够呢 依靠自己的力量 取得这些进步了 前面描述过 对减少会谈的思维呢 做出反应的时候呢 同样 可以呢 用对其他自动思维做出反应 以及仔细观察 结束治疗的好处和弊端 回顾 治疗中所学的 你将鼓励患者浏览并整理他们的笔记 即便在将来 他们可以很容易的参考这些笔记 比如 让患者写下在治疗中所学的要点和技能的概要 就是很好的家庭作业 自我治疗会谈 尽管呢 很多患者并没有将正规的自我治疗会谈进行到底 但是讨讨论自我治疗计划并鼓励实施是非常有用的 当常规的会谈在逐渐减少时 或者尝试进行自我治疗会谈 那他们在治疗结束之后 进行自我治疗呢 可能性就很大 并且呢 他们可以发现潜在的问题 没有足够的时间 错误理解将要做的事情 存在干扰性思维 如这样的工作量太大了 其实我并不一定要做这些事情 我自己完成不了这件事 除了帮助患者应对这些问题 你还可以提醒他们 自我治疗会谈的好处 他们在继续进行治疗 但是治疗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呢 进行的 并且是免费的 他们可以让新进获得的工具 保持升起 随时使用 他们可以在困难升级 为大难题之前解决困难 他们将减少复发的可能性 并且呢 他们可以在各种环境下 使用他们掌握的技能 丰富他们的音声 通用的自我治疗计划呢 可以和患者重新回顾 这个计划 并做出调整 以适应患者的需求 对提醒系统做简短讨论 让许多患者受益匪浅 起初 你可能希望一个星期 进行一次自我治疗 然后呢 逐渐减少至一个月一次 或两次 然后呢 减少至一个季度一次 最后减至一年一次 你怎样可以提醒自己 定期进行 这项自我治疗计划呢 那么下面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 自我治疗的一个指导 一 回顾过去一个星期 或几个星期 发生了什么积极的事情 我为什么值得你表扬 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和问题 如果问题反复出现 我可以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 二 回顾家庭作业 我做了计划 要做的事情吗 如果没有 是什么阻耐了我 实际问题 自动思维 针对这样的问题 下一次我能做什么 这个礼拜 我应该继续做什么 三 当前不确定的问题 情境 我是不是 现实地看待这个问题 还是我有点反应过度 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角度看 我应该做什么 四 预测将来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天 或几个礼拜 将会出现什么问题 对此 我应该做什么 五 布置新的作业 什么样的作业 会有帮助 我是不是应该考虑 进行思维记录 五 安排愉悦或擅长的活动 阅读治疗笔记 练习技能 练习技能 如放松技能 列表扬清单 六 安排下一次治疗预约 为结束治疗之后的病情反复 做好准备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 你在进行治疗的早期 就开始让患者为病情反复做好准备 随着你将要结束治疗 你应该鼓励他们做一张应对卡片 具体写出治疗结束之后 如果出现病情反复 他们将要做什么 对于患者来说 在给你打电话之前 尝试独立解决困难是最好的 如果他们真的需要额外的一次预约 你可以帮助他们去发现什么 妨碍他们去应对病情反复或解决问题 你可以和患者一起计划 在将来患者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病情反复的硬度卡片 是怎么做的 看PPT 如果出现病情反复 我可以做什么 我有很多选择 我可以把病情反复看成是灾难 自己非常沮丧 认为事情毫无希望 并且可能会感到更加糟糕 或者我可以再看看我的治疗笔记 记住病情反复是 康复过程的一个正常部分 并且看看 我可以从这次病情反复中 学到什么东西 做这些事情 可能会让我感觉好一些 也会让病情反复减轻 接下来 我应该进行自我治疗会谈 并计划好我应该做什么 以解决问题 如果我需要更多的帮助 我应该打电话给某个朋友 或家庭成员 我可以打电话给我的治疗师 简单讨论该做什么 或安排下一次的会谈 下面我们讨论第四个问题 强化治疗 基于几个原因 你应该鼓励患者 在治疗结束之后 安排强化治疗 如果出现任何困难 你可以和患者讨论 如何解决 并且评估他们是否 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法来应对 你可以和患者一起展望 未来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预测未来会出现的困难 然后你们可以共同形成一个计划 以应对这些情境 患者知道你会问他们 进行自我治疗中所取得的进展 这将会激发他们进行 应知行为疗法 并练习他们的技能 此外你可以帮助患者 确定他们之前形成的功能不良信念 是否已经重新被激活 如果是的话 他们可以在治疗中进行 应知重建 并制定计划 在家里继续对信念进行工作 强化治疗同样为你提供机会 检验功能不良策略 如回避 是否再次出现 患者可以表达硬核心的 或者之前没有实现的目标 并形成一个计划 以实现目标 你可以和患者共同的评估他们的自我治疗项目 并且需要的话 对其进行修改 最后当患者知道在结束治疗之后 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强化治疗 他们都要独立地保持进步 这一焦点 往往可以得到缓解 你可以给患者一个问题清单 以便强化治疗 为强化治疗做好准备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这个问题清单 提前安排日程 约好确定的日期 如果可以的话 打电话确认 2. 把参加强化治疗 看成是预防性措施 即使你一直在保持进步 3. 在强化治疗之前 做好准备 确定讨论 什么会有帮助 包括 什么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出现了什么问题 你是怎么处理的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在你的这一次 下一次强化治疗期间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细节 你会有怎样的自动思维 什么样的信念被激活 你如何处理自动思维 信念 你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你运用了哪部分 硬直行为疗法 从现在到下一次 强化治疗期间 你想做哪一部分的 硬直行为疗法 什么样的自动思维 会阻碍你 运用硬直行为疗法 你会如何回应这些想法 你对于自己 有什么进一步的目标 你应会怎样实现这些目标 在硬直行为疗法中 所学到的东西 怎样帮助你 正如以下的对话 所表现的 强化治疗的总体目标 是检验患者的状态 并为继续保持和进展制定计划 那么你下面还是注意 听下面的对话 我很高兴 你今天能过来 从贝克的预料表看 你看起来似乎 比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 更加抑郁 是吗 是的 我男朋友最近和我分手了 我感到很遗憾 你因为这件事导致了 你的得分上升吗 我想是的 到上个星期为止 我都感觉很好 你想把分手这件事 记录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议程中去吗 是的 那件事 以及我学阅的进展 或者说毫无进展 好 我想知道 除了分手这件事 大体上你一切都还顺利吗 你有没有遇到很棘手的问题 你怎么处理的 你做了多少 硬直行为疗法的作业 你认为接下来的 两到三个月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可以吗 可以 你愿意从分手开始讲起吗 可以告诉我是怎样发生的吗 我们简单讨论了分手这件事 我关注的是 混者对分手的反应 他以前的那些功能不良信念 是否被激活了 所以 事情开始恶化 他告诉你 他想和别人约会 当他告诉你的时候 你心里想什么 我在想 他并不是真的爱我 他不爱你 那对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一定有问题 那你因为 有什么问题呢 我的问题就是 我不讨人喜欢 当他告诉你 他想和别人约会的时候 他在多大程度上 因为自己 不讨人喜欢 哦 大概百分之九十吧 那现在 你在多大程度上 因为是这样的 少一些了 大概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这样 是什么影响了你 哦 我内心的一部分人知道 可能我们只是不适合对方 所以 你是可以修正自己 不讨厌喜欢这个旧的观念的 在某种程度上是吧 是的 在你接受治疗期间 所学到的东西中 什么是可以弱化你的 觉得自己不讨厌喜欢的观念 并且强化 你是讨厌喜欢这一观念的 思维记录表 可能会有帮助 并且我知道 我的很多治疗笔记都在上面 我应该回去再看看的 那可能会有帮助 你过去 有想过再看看你的思维记录表吗 有 我想 我那时候以为那不会有效 那你现在怎么想呢 哦 过去这种方法对我有帮助 现在应该也会对我有帮助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有什么事情会阻止你回家之后 看你的思维记录表呢 没有什么事情 我会看的 我想 那很可能会有帮助 现在 这种方法 不会奏效 这个想法 是不是还会在 你下次遇到棘手的问题 再发生呢 有可能 你现在可以做什么 以便你更有可能去检验那个想法 我现在可以做什么 对 你可以做什么 去提醒你 这一次有过这样的想法 并且意识到 它可能不是真的 我应该把它记下来 或者写着一张纸张 放在抽屉里 好 那把我们讨论过的一些事情写下来 针对自己不讨厌喜欢的想法 做思维记录表 把治疗笔记浏览一遍 写下 对这种方法不奏效的想法的回应 你觉得怎么样 在强化治疗的这一部分 我评估了患者的抑郁水平 设置好议程 讨论了问题 并且 帮助他 布置好他的家庭作业 我确定他有轻微的抑郁 而且这种抑郁 主要与他和男友分手有关 如果抑郁 更加严重 我会花更多的时间 来评估诱因 识别并修正功能不良的信念 思维和行为 我们也将会讨论 增加额外会谈的可能性 这名患者能够很轻松地表达 他的自动思维和潜在的信念 我和他在制定计划 帮助他修正他的观念上 花了很长的时间 他已经在 治疗期间掌握了那些工具 他需要进行强化治疗 以提醒 并激发他使用那些工具 总的来说 在整个治疗期间要防止浮发 解决逐步减少治疗和结束治疗的问题 将和解决其他问题一样 把解决问题和回应功能不良思维及想法结合起来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讲掌握的内容 通过学习 我们知道了 硬直行为治疗早期的活动 治疗期间的活动 治疗即将结束时的活动 强化治疗 好 课程到此结束 硬直行为疗法的理论 与技能的次讲内容 已经全部讲授完毕 感谢聆听 感谢聆听